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馬來西亞的馬來勤 各位網友好!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網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大家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這一節是突發 大約一小時前我們錄的時間 加拿大這邊晚上 看看手機 出街吃飯 突然聽到手機 嘟嘟一聲 看看新聞 嚇了一跳 發生了一件 大家猜到它會發生 但不知幾時會發生 差不多遺忘的時候 終於出手了 就是以色列正式對伊朗進行報復打擊 大家都記得 在今個月 10月初 伊朗打了180支飛彈去以色列 炸了他的軍師 攻不進他的首都 但是炸了他的空軍基地 直接找民用衛星拍攝 發覺真的炸中了 破了伊色列的鐵窮神話 而今天 以色列剛剛一 我這邊時間 八點幾九點的時候 就公佈 我們已經對他進行還擊 並且用了前推特 找國防部的人 他們說的大約如下 由於伊朗政權連續幾個月對以色列進行攻擊 現在以色列國防軍 正在對伊朗的軍事設定目標 進行精準打擊 至10月7日起 伊朗政權和他的代理人 已經在七條戰線上 針對以色列攻擊 包括直接由伊朗境內進行的飛彈攻勢 好似世界上其他主權國家一樣 以色列擁有權利和義務進行回應 我們的防禦和進攻能力已經全部動員 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 捍衛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人民 即又是那幾句 說過空神惡殺 現在 暫時首先 美國說這件事與我無關 他們說了 其實他們怎麼有空 搞這麼多事 還想選舉 還有幾天選舉 而伊朗和以色列的領空 暫時已經知道是封閉了 最新進展 就是以色列軍方 就說對伊朗軍事目標進行精準打擊 伊朗的首都德克蘭和周邊地區 就發生很多爆炸事件 伊朗還未回覆 伊朗的通常 因為這件事在當地時間是凌晨 很密集的轟炸 但伊朗傳媒就說 他們的國際機場 連油廠和一些名為隊 在德克蘭西部西南部的軍事基地 即是重要一點的基地 就沒有轟炸 剛才你不是說 以色列說精準打擊 是否也不想封閉到重要東西 以免升級 大家都應該記得 我們也提過 美國對以色列說過 而伊朗也說過 你打我的油田 就是過了紅線 即是 原本打完那180支飛彈 伊朗就說我會停手 但如果你夠膽炸我的油田 我就跟你死過 這條是他的紅線 所以 我相信以色列也知道 那條界線在哪裏 所以就沒有打他的油田 這是肯定的 其實是升級了一些 但又不是升級到全面開戰 但說說我空神惡煞 大家劃清那條界線 這是我的看法 但美國現在就在說 我知道了他動手 就是這樣 但現在說選舉那兩個人 特朗普和賀錦麗 都沒有回應 可能是 以色列是應該沒有通知 有沒有通知美國 即是 動手之前 有沒有跟他說動 我相信是有的 大家其實可能已經有個默契 馬來近你覺得會不會 至少美國 美國和以色列有沒有這個默契 知道他會動手 但美國就跟他說了 你不准打這裏 不准打那裏 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升級的話 美國相當之頭痕 因為他雖然說 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你 但如果你說 以色列想挑起全面戰爭的話 這一個支持 就是 美國差不多都要分身下去 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有人搞事的話 美國分身不下 現在美國一一一 就說頭都大 打幾遍 但是他已經把那些 薩德系統 就放在以色列那裏 那裏 防衛 那些 算是守衛的軍事系統 是OK的 但如果你打擊到 剛剛 德克蘭重要的軍事基地 煉油廠 首都 這些 沒有人能引得到你的 伊朗肯定會回擊 那就是 開大拖 所以 其實現在的評論 就說 以色列這一次 暫時來說 對伊朗的襲擊 是屬於中等水平 因為並沒有針對它的基礎設施 和核設施去打擊 問題現在就是 踢到德克蘭 會不會再次 又再發過幾百枚導彈 其實之前 很多人吹風 伊朗已經準備好 一千枚導彈反擊 我覺得 是誇張了一點 一千枚 是誇張了 現在最新 連伊拉克都暫停了 他所有的空中交通 怕伊朗發毛 而德克蘭那邊 有人告訴半島電視台 剛剛看到 伊朗的人都認為 以色列不過是打下擦偏球 想打 但不是打一場大戰 即是大家 空下對方 以色列他們一向做事 是不會屈服的 你叫我示弱是不行的 而且內塔利亞 可能是 我發完180枚導彈 你打回我 撒完嘴炮 大家希望有個下台階 就算 到最後 對於以色列來說 最重要 其實眼前最大的 就是消滅黎巴嫩真主黨 和佔領加沙兩場戰線 這個軍事的目標 都相當難實現 真主黨 都消滅了 你覺得真主黨 是會撬上雙手 讓你動嗎 當然不會 不過他已經洗濕了頭 最糟糕是洗濕了頭 不能回頭 這個是除非內塔利亞湖 不在 才有機會停 你在中東地區這麼多年 你已經知道 他們的皮靖 這些真主黨 你搞定了一個領導人 他一段時間 他又選擇另外一個出來 生生世世的跟你玩下去 怎樣都要誓相隨 你怎樣可以永久消滅他們 根本是沒辦法的 不會停走 雖然你很強硬 接著有美國 狗撐你 但是他怎樣都會做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 叫偏執 我相信以色列的領導人 都是屬於一種 他們走了極端 偏執 即是說我不消滅 你生死世相隨 你生死世相隨 我就生死世相隨 現在大家都沒有下台街 那一刻就糟糕了 我真的不想笑 不過苦笑 剛剛說在四十分鐘前 我們錄之前四十分鐘 伊朗做了一些片 德克蘭的爆炸聲 其實就是他們的防空系統 向無人機射擊而造 他說空襲 其實很多都是無人機的襲擊 並不是導彈或者飛機 問題是 有部分可能是導彈 但是至少這些無人機射擊 是哪裡飛過來的呢 即是以色列飛過來 但是可不可以這麼快呢 等等 暫時還未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現在有些智庫 以色列對伊朗這一列的襲擊 可能是不過初階 可能是第一波 可能晚一點會有第二、第三波 未知道 即是現在的波 踢了德克蘭 德克蘭會怎樣做呢 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實是搞 在現在這個時候動手 我相信其實是跟德克蘭內部不穩有關 何謂內部不穩 其實自從那個叫 欺揚 他本身是屬於改革派 可以說他是改革派的人 但是因為這場戰爭 即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戰爭 是令到伊朗裏面的保守派很警告 尤其是哈馬斯領導人在伊朗被殺 這件事 佩澤希齊羊 全名是佩澤希齊羊 他的立場其實是很難做的 因為很明顯 這件哈馬斯領導人在伊朗被殺 之後伊朗是做了一個所謂大清洗 即是在裏面現在要找出所有的二五仔出來 其實之前都已經是很麻煩 裏面那些親西方的人士被人盯住了 而這個佩澤希齊羊 他的副總統的任命 現在是跟他們本身的保守派鬥得很厲害 他的副總統是哪位呢? 就是澤里夫 這位澤里夫先生 其實是在2013年到2021年 做伊朗的外交部長 即是大約十多年前 英國說剛剛卸任不久 這三年前才卸任 但是做了十年的外交部長 2015年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代表伊朗的談判團 去起草伊朗和美國的核協議 2021年卸任 這位澤里夫 一直在哈拿大學做教師先生 所以很多一般的開放 開明派的人 都覺得他是一個希望 但他又糟糕了一件事 他的子女是入了美國籍 那便糟糕了 這位總統可以算是一半數人 很多人都認為他好像不夠殺 不夠壓力 但其實是澤里夫在背後 動用人脈等等 跟他打通了任督二脈 才讓他成功當選 所以他便變成副總統 現在問題便來了 如果大家記得 內塔尼亞湖 這個人也曾經說過 我們一定會令到伊朗變天 甚至會不會來得比大家想像中快 這句說話是很嚴重的 為何會比想像中快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其實自從一年前 以巴戰爭再開 殺到血淋淋之後 哈馬斯打獲金之後 澤里夫已經被人懷疑 壓到他們幾乎不行 而當他當選後 11日 澤里夫當選後 他已經說要辭職 頂不住壓力 但當他辭職後 不久 總統又再任命 於是內部的保守派 覺得更加有野 壓力很大 原來幾天前 根據傳出來的消息 伊朗的議會 要通過一個提案 要就總統拒絕解 職副總統扎里夫的決定 要集體表決 如果認定 特意任命扎里夫 做伊朗副總統 總統就要被罷免 玩到現在很嚴重 在裡面玩到很嚴重 剛剛才選完 又罷免 現在是戰爭當中 戰爭當中 保守派那些更加要敵可分明 有野心的人就會出來 其實他們突然間有個 我們前保守派的撞機死了 現在你被開明派的上來 原本保守派那些 鷹派那些 當然是不順 現在就借點議 所以很順理成章 再加上 現在以色列 倒了哈馬斯的領導人 更加很多人 會想著他有鬼 這樣才麻煩 究竟誰是鬼 到處捉鬼 就捉了里薩里夫 分裂你 還要加上內塔尼亞胡說的那些 其實我不相信 內塔尼亞胡說 伊朗倒了會快 比你想像 這句話 究竟是故意說 或者是否假裝了 他是知道有些話說 離間計 對 離間計 那些事才麻煩 目的就是讓你來鬥 這就大件事了 尤其是現在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魯拉被人炸死 還要加上伊朗軍官在那邊死 哈馬斯領導人 哈尼亞又被人炸死 全部都精進打擊 誰是滲透的 誰得益最大 想一想 難免會想到總統 最好你的總統選完又選 選完又選 所以現在 如果能夠得到一些 正確的情報 比較難做到這一點 然後你由這個方向去想 正確的情報是誰放出來 誰是鬼 這個都困擾著伊朗 是啊 所以他第一個想 一定是 其實我相信 阿扎里夫是鬼那些 是想借個勢 我不相信 副總統會知道 那麼多事情 會告訴你 那個人在哪裡 摩薩德不是小事 他滲透了你軍官高層 誰知道 但是現在很明顯 以色列是 因為說現在 準備彈劾總統這件事 是過了一兩日 是新近發生的事 現在才傳出來 所以是很麻煩 其實他們想趁你內憂外患 搞你 到底現在會怎麼辦 怎樣修科 就是看伊朗本身是怎樣 現在總統佩澤希齊羊 如果一軟弱的話 他就會很麻煩 但是他強的話 又要咬回頭 會怎樣咬呢 會不會放一千支飛彈 現在是很考慮政治手腕 你放一千支的話 但是現在 到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真的沒有打擊到你 這些很重要的設施 沒有觸碰到你紅線 你反應過度的話 對方也會抓住這件事 又再打擊你 不是動一次的 是動一次的 是陸續有來的 現在 如果看看伊朗放完180支飛彈之後 就已經說 我們會停手 你不要再惹我 是緊此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是會咬下去的 他打不進北德克蘭 不過說精準打擊了一些地方 可能就會 可以 退一退 停手 不要再搞 大家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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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轉是這樣的 但是他挑動到伊朗內部不穩 是一定的 到最後 如果是趕走了佩薩希齊羊 即是和局是不可能 其實得益最大的 始終是內塔利亞湖 這隻癲狗 因為他根本想打下去 內部的壓力都不少 內塔利亞湖 都不是小事的 內部壓力 經濟方面大受挫 大家都覺得 因為被人看到你的勢 是要一直這樣打下去 永無優子地打下去 那你的戰時內閣就不用解散 你就不用接受法律的審判 沒有國家可以這樣長期打下去 經濟的受挫非常之嚴重 其實我們也做過一節 他有五十萬人離開了 但他不理 我覺得以色列的總 即是他們是 不行 我就請外勞 找阿三哥來 你這些精英的 我好回來 而且最重要的因素 都是那句 美國總統大選 還有十天八天 距離現在 都應該還有十天左右 打完那幾天 如果拜登那邊贏 聽聽據說 就停手 如果特朗普贏 是加瑪 他是他的女婿猶太人 暫時來說 其實波是德克蘭那邊 如果再聽到有什麼新消息 我們會說 現在已知的就是 基本上沒有重錯到 以色列是絕對聽美國人說 沒有炸到他的基礎設施 而伊朗也說 你不炸我基礎設施 其實他說 你夠膽集我基礎設施 就踏入我紅線 他的意思是這樣 現在人家都沒有踏入紅線 可能大家會側側側 不多覺了 但是雙方都告訴對方 我可以打到你 你可以打到我 那怎麼辦 你夠不夠膽 馬來近想問 你覺得以色列 會不會第二波第三波 如果你正常去想 如果我想對你造成這個大的衝擊 我一例 就真的是煉油廠 軍事基地 國際機場 那些重要的目標去攻 你想反擊 你想組織一些力量去反擊 都比較慢 但如果我一開始攻 你那些不太重要的 周邊的 有些是在態度上 一表個態度 你射了我 我一定會回應 但我不會射到你 核心 紅線 那些位置 我就會回應 但是 這樣 伊朗那邊 你剛才沒有說錯 那個波就被踢回你 大家好像有點點到即止 在伊朗那邊 又敢不敢射一些重要的 射回我以色列重要的設施 我相信 首先他要搞定內部 現在這個總統彈劾 就是說 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 就說你的保守派是不行的 佩澤希齊陽是大家的總統 罷免他的總統之位的說法 是毫無根據的 不過我相信 那個扎里夫比較麻煩些 應該很難保 到最後應該是難保的 因為他的子女都進入了美國籍 真是大鑊 每一次的 講壞點 每一次戰爭 在外面 就會牽動裡面 如果 內塔尼亞湖 他不是現在佔上風 我相信 他會被人踢了很久 但很可惜 事已完活 可以停戰 但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會密切關注 相信是要關注伊朗內部多些 再決定他是怎樣做 就是這樣 我們就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